我是本土第一家酒場辦淘酒比賽 那這跟我們酒場創辦的初衷有關係 因為我們一直想要以酒宣揚台灣的風土 讓全世界看到台灣 所以就特別辦了這個比賽 希望可以發現更多的淘酒界名字之星 然後也希望可以讓更多人看見 如何把台灣的風土發揮在酒裡面 大家好 我是這一次比賽的評審搜手 這次比賽呢 我比較看重的就是本身酒的平衡度 然後有沒有好好去表現合力情酒本身的特色 然後還有他整體比賽的流暢度這樣子 這次的比賽我們自己是蠻期待的 因為第一次台灣自己的情酒品牌去做這樣的比賽 所以我們很期待透過新一輩的調酒師 他們對於調酒這件事情的理解 然後對於在地風土條件以及味道這件事情 然後去做一個全新的演繹跟融合 那當然畢竟它是一個調酒的比賽 所以風味某程度還是所謂的王道 希望大家在調製的部分可以注意味道跟味道中間的連結 然後也可以把合力酒廠他們精心調配的味道做一個很好的發揮 對我來說就是一個在地性的國際化 其實從情酒裡面有大量使用台灣的蔬菜 那我覺得我會著重在他們使用這些台灣在地植物的表現 像一些刺蔥啊然後肉桂葉啊他們如何去做自己的創意 那另外呢這次比賽上他還有所謂的經典調酒 那我覺得這個可以考驗到牌老師他們對一些經典調酒選用上的詮釋 我覺得合力請酒有非常多的產品 它包含了不同面向的台灣風味 所以我覺得選手在選請酒在做經典調酒 或是他自己的調酒的時候 要有邏輯為什麼要用這個風味的請酒去完成這杯酒 他不去提到這一點才會更精準地達到這個比賽的終止 我都是搭翁的一把 紅有金黃泥 年yty未充買的 新手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要花时间去准备 然后尤其是他有时间限制 我觉得难度蛮高的 然后因为又有很多不同的请求 你可以去选择 所以在测试的时候 做了蛮多准备的 然后再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